Razer今年將它的Gaming Laptop 弄得大了和重了 不過當然效能都好了 手上的是2023版本的Razer Blade 18 今天就和你看看它今代整體體驗 究竟可不可以讓你接受到大一點的它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Wallace 這個頻道會和大家講關於手機 平板和手機電腦的資訊 想看多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順便幫忙訂閱我和Anson定期會更新的 The Big Bite Podcast和The Big Bite Clips Razer Blade 18的設計語言和過往一樣 都是全CNC鋁合金機身 我想都是大部份Razer迷喜歡用Razer機的原因 包括我 除了好看之外 它摸上手的質感都很舒服 機身面和它的關節位全部都很結實 在鍵盤位很大力按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變形 不過日常是完全不太覺得 機身造工來說它真的沒得頂 全黑金屬機身來說 它的黏紙紋問題其實都做得好過其他機 至少你定期用布清潔的話 是會抹走的 不過作為高級的Gaming Laptop 賣得這個價位 很多機都會有幾誇張的RGB燈效設計 它就只有Logo會著燈 以及RGB鍵盤 如果想喜歡多點燈效的朋友 可能這部機就未必是首選了 這部機整體來說 會比上一年機身厚了 如果拿它來和我的Razer Blade 15去比的話 它除了厚度多了多少次之外 螢幕都明顯厚了 相比起MacBook Pro那些都會厚一些 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一部機大部過頭 如果袋不夠大的話會難些擺 以及它今代的重量已經去到3KG 加上充電器就已經去到4KG左右 不過它的充電器用Gallium Nitrate 330W 都只是這個尺寸 已經算很厲害了 螢幕這部是18吋QHD Plus 240Hz LCD Panel 今代笨重了換來的是16比10的螢幕比例 其他規格上基本上就沒什麼改變 第一下上手感覺是經驗的 沒有了下面那條很厚的bar 全屏體驗是多了不少 不過我自己覺得它的螢幕邊框就不算最窄 這個價位其實可以拿盡一點的 令到它的螢幕體驗可以更加好 色彩實測SRGB 100% Adobe RGB 89% DCI-PV 100% Delta E表現都不錯 最高1.1% 而亮度這部機表現都很出色 它有500多Nits 是很夠用的 是對比度不會夠OLED機 或者Mini LED螢幕高 螢幕反應時間grade tograde response time 大概6點左右 表現算是中間 看看市場18吋機 最高效能機款 例如SCA18 Alanware M18 MSIGE 78 都是同一個規格的螢幕 如果你要用最好反應的螢幕 是要買OLED機 即是上年我介紹過那部OLED版的Razer Blade 15 大家有看發佈會都知道Razer今代會出4K加1080P兩個模式的Mini LED螢幕 不過暫時只有Razer Blade 16有 還有價錢都會有少少貴 插封左面是一個電源頭 一個RJ45 2.5GB網絡孔 兩個USB-A 一個USB-C 和3.5mm headphone jack 右邊是Cancelling Dunlock HDMI 2.1 USB-A Thunderbolt 4 和全尺寸SD卡卡槽 兩邊USB-C都支援100W的PD充電 而HDMI和兩邊USB-C都接入獨立顯示卡 不過以18寸的機身 如果多給一個USB-C的話會更好 因為如果你用來工作的話 兩個USB-C我就覺得不夠用 今代的前鏡頭是1440p 500萬像素鏡頭 這個Razer的18前鏡頭1440p 500萬像素鏡頭的效果 大家覺得怎樣呢 效果其實就不算特別好 但畫面也算清晰 不過現在是控了光的場景才有這個效果 或是平時會比較多的耐心 性質它也是維持同樣的設計 鍵盤兩邊都是一個很大的喇叭開口位 比起我手上用的Razer Blade 15來說是好很多 除了大聲一點之外 Bass也好很多 Gaming Laptop來說算是中常 當然未去到MacBook Pro那麼漂亮 這裡給大家聽聽 鍵盤來看 它的整體體驗跟Razer Blade 15一樣 既然都是一貫的作風 鍵的尺寸夠的 打字和用力都頗舒服 雖然我是頗喜歡用 不過如果它給到深一點的鍵盤 鍵程 再大一點尺寸的鍵盤 以及它的方向鍵 如果是全尺寸的方向鍵的話會更好 還有的就是這個尺寸的Laptop 它沒有給Lump Pad好像會差一點 而它和定位的Laptop全部都有Lump Pad 不過當然這個看個人preference 我猜Razer要維持它比較簡潔的整體設計 所以就沒有給你了 而它的各鍵獨立RGB鍵盤燈效是做得很好看的 除了夠光之外 旁邊看起來不會流光 看起來會舒服一點 我覺得 至於Track Pack是超大 用在手感也挺好用的 Razer也是比較好用的Track Pack 整體來說 還有它有個好處就是用來比較靜 沒有啪啪聲的感覺 唯一投訴的就是都很容易貼指紋 而拆機Razer機都是比較容易拆的 鬆開所有螺絲 慢慢地鬆開底部已經可以拿出來 機身底板有兩個M.2 SSD槽 有兩個RAM槽 還有一個Wi-Fi卡卡槽 散熱系統有個很大面積的超度熱板 另外除了機底兩邊的風扇之外 電池位今代多了一個風扇去幫助散熱 接著就和你看看它今代的效能表現 手上這部是配備i9-13950HX 32GB RAM RTX4080TDb 175W 今代大一點的機身 改善了散熱系統 解放了CPU效能 Geekbench 5 跑分多核心的表現 與上一年的Razer Base 15相比 就有差不多一倍的增長 它的跑分甚至是比Predator Hero 16 不過單核心的表現增長就不算大 至於Cinebench R23的表現 直接拋離上一代Razer Base 15一倍 假設Razer過往因為CPU壓頻 它的Cinebench跑分和同級的處理器 其他機款相比會差很遠 不過它今代的表現與試過的Predator Helios接近 它的CPU效能表現都改善了很多 至於創作者工作的效能表現 Predator Bench for Preview Pro的表現 就好過上年大概55% 輸出速度也快很多 與Predator Helios比較接近 Davinci Resolve的表現與最新的 RTX40系列機款去比較 它的分數也是挺出色的 至於3D工作 V-Ray和Brander的跑分 今年都有大幅提升 這裡就給大家看看 顯示卡效能 3D Mask Time Spline Extreme 比上一年Razer Base 15 105W 的RTX3070 Ti進步了88% 而Proc Royal 光追表現都比上年好很多 遊戲表現這部機的表現 在QHD畫質開啟光追的情況下 與上一年試過的Blazer 5效能表現相差都很大 就算與RTX3080 Ti相比都差很遠 它的表現與Predator Helios 16接近 如果計算今代的RTX40系列的Frame Generation功能 它的表現與上一年機款相比都差更加遠 Cyberpunk 2077 表現 開光追DLSS 在QHD畫質都很流暢 實際推遊戲的時候 GPU是推不上175W 最多是給到140-150W左右 你見到CPU和GPU溫度都是偏高 有機會是這樣而限制了它的效能表現 至於Hotwatch Legacy 開光追、Frame Generation 在2K畫質的表現都站得到86FPS 表現都是非常之不錯 同樣是CPU溫度都是比較高 GPU都是去到130-140W左右 接著到比較吃CPU的遊戲CS GO 它的效能表現與Predator Helios相差都很遠 你見到CPU它推到100度左右 看來是因為散熱限制 令到它打機的CPU效能還是舒適一點 希望接下來這個部分 Razer會繼續努力 其他遊戲表現跟大家一起看 大部分測試的3A大作最高畫質都是去到100FPS 整體表現其實都很出色 它今代的效能換來是更高的功耗和發熱 雙敲壓力測試下CPU是60多W 而GPU維持在150多W 至於溫度表現GPU維持在70-80度 表面溫度摸上手都真的挺熱 雙敲壓力測試下鍵盤頂部去到50多度 而鍵盤中間位都是40-50度 摸落會比較熱 至於風扇聲音如果跟SKAR-18 Predator Helios或者Gigabyte那些相比的話 就不算吵 不會因為風扇聲音而好影響使用體驗 電池容量今代去到91.7Wh 同樣因為今代Intel CPU的功耗就不少 加上它將顯示卡的功耗 電量都一定不好 PC Mark 10 續航力測試大概4.5 鐘左右 充電扭設計依然都是一貫的設計 雖然它要插對方向才不頂住插孔 但是跟其他機箱比它插得比較實 和它會連上橡筋帶給你會方便收納 加上它今年就算是330W的充電扭也好 它都做得比較小 帶外出會舒服一點 我個人是挺喜歡的 只要Razer Synapse 的程式 除了本身的個人化、平衡和靜音模式之外 你今代都可以加上overclocking 以及一路以來希望會有的功能就是保護電池的功能 今代終於可以給你調教最高充電量去保護電池壽命了 今代的Razer Blaser 8 大埔點、重點換來的就是解放了它的效能限制 它的效能表現和其他牌子的大機看齊 同樣它要保持它的設計語言限制了它的散熱 而它的定價一定不便宜 其他機器4080、20000鐘左右 我手上這個Model就33499 至於值不值就看你對它的設計有沒有感覺 至少我用這部機器用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真的很英俊 如果你希望有它以前輕薄一點的機身 其實它都可以給你選擇 Razer Blaser 15依然都有最新處理器的選擇 它今年只給多一個選擇付一些需要更高效能的人用 對用者來說 買得Razer機其實多個選擇是好事 如果買的話 我自己比較推薦這幾個規格 Razer Blaser 15、RTX4060 如果要更高效能 就直接想Razer 16和RTX4080的Model 大家覺得今年的Razer Blaser 18又如何? 大家可以留言說下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旁邊的鐘 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